2016年底,得知先生猪鬼,外面女人怀孕了,要和我离婚,看着怀里未满一岁的儿子,我欲扑无泪,无法接受一直对我们孩子体贴入微的先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儿子降生后的喜悦,其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瞬间被击碎,用行尸走肉形容当时的自己一点都不为我,我又气又怨,但是就是不想离婚,只能沉默逃避,不愿意面对现实,那时我四处去算命,找高人化解,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 幸运的事,就在误打误望时,在网上看到师父的国客,我和新英法人的缘分由此开始。 在共修会师兄的指导下,当天开始念诵功课及经文组合,当晚梦到先生世上有个老太太和孩子,几天后,事情出现了细性的转变。 先生得知外面的女生是假怀疑来聘谈民观,他当即和那个女生断了,并向我道歉,请求原谅。 我感觉阳光又照尽了我的生命,我又刻意过着人间的小日子,当一个妻子,做一个母亲,享受通人之乐,但是佛说一切无常。 师父说,梦话时期,夫妻未免多于善缘,都应变了,我的快乐幸福很快夹折。 在2017年533岁的节,和先生的新的恶缘正式爆发。 6月份,我又怀孕了,这个消息没有给家庭带来任何喜悦。 怀孕初期,老公对我恶言相向,加上孕苦,我的情绪很不好,感恩有师父,多次摸到师父来梦中和给我和孩子加持。 先生的出轨背叛和对我的恶劣的态度,使我起了圈恨心。 即使菩萨多次梦中提示,都是前世的因果,并且一念告诉我,孩子,既然一切都是病术,你又何必放下吗? 但当时自己对佛法理解甚浅,是会扑开,无法体体会不下的宇宙心肠,我仍然耍事怀。 始终处于负面情绪中,之后,梦到地藏王菩萨今生南梦中僵尸我,我才稍微放下一点小我,找到一点佛性。 彩虾,连续弄人,借着怀孕给自己找理由卸在了面经,结枇了很多经纹组合,12月份,夜长爆发,突然流血,紧急入院。 医生住我的开盘因,而且不一口有空血管,如果血管破裂,只有5分钟前一宝宝,医生让我住院保胎。 刚刚住院时 几乎每周都流血 每天赶战心惊 最紧急的是 在宝宝三十一周时 我突然大出血图止 一生都已经准备安排 紧急抛肥肠 我向共修会求助 欢迎堂的师兄们 还有国内的师兄 帮我出现大步骤 我诚心祈求服下 几分钟后血不难停了 期间师兄帮我打动了师父电话 师父指出我的问题所在 说菩萨则就加持我了 我打动的孩子也有超路 虽然生了很多小黄子 但是并没有真正方心的 插尾和改过 以前他们感情 不受责任 怀孕后打掉 还有自己意念不干净 师父说我的状况不太好 让我求菩萨自己发大愿 并做好思想准备 第二天凌晨 梦到在尖海大经的学校 师父对我说 你知道你哪里犯错了吗 以前是夫人 梦里师父再次加持了我的孩子 之后我的状态一直很稳定 直到37周宝宝平安出生 我是当时加入病房里 第一个孩子可以独裂出生 而且不需要住ICU的 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师父 感恩关堂的师兄们 在我出院期间 轮轮帮我烧小房子 还有在中国 素贵农民的师兄 每周几次帮我放刀下雨 一直放到女儿出生 在医院里我诚心念以后 忏悔自己的邪音业障 念经文组合 给调听者和打开的孩子 师父说 佛友才是我们的亲人 跟我们走在最后的不是家人 是佛友 这是千真万确的 就在我如此紧急的时候 我的先生却略立即出轨 就在我出院期间 多次跑去恩情的礼价 对我后患不问 极其冷淡 我明白自己是来 把感情债了 因果业底 让我对先生的感情 一直都放不下 心里一直有所期待 先生的一举一动 都不影响我的心情 我还期望着夫妻害 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如果说2017年 自己对学国的理解 是小房子 2018年的经历种种 让我对学国 有了更深情细的理解 这一年学国之路 虽然不是一番丰盛的 但是有独自的保佑 也算是关关男 关关祸 2018年 不仅和先生的关系紧张 也与农国伯伯一起针对我 稍有不顺他们的心 先生却跟我提离婚 甚至当外面的女人 把情书礼物寄到家里来 后来发展到先生 对我动手 拳打脚踢了 先用的威胁 让我活得提心吊胆 我始终忍着 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不管你做什么 只要不不爱我学国 你参加法会 其他的都不重要 种种磨难 让我更加精进地学国 练经 一天保持五张小房子 不断地学习白话和话 听师父开示 跟佛有请教 在佛堂做随缘义工 参加法会做义工 在我上不断反护师 功德的力量不可思议 随着业障的漫漫消除 帮我一点点提升指挥 渐渐的我好像明白了 其实阻碍我的 一直都是我的心 是我害怕失去 害怕这个家散掉 害怕孩子 再不完整的家庭成长 其实 把自己的心 拴在一个人的身上 得乐的永远都是患得转失 不是你的你一定要 那必定会有过缘 把自己的心交给鼓下 得乐的是无比的踏实和自在 我想开了 我需要放下 我决定放下了 一次因为很小的一件事 先生又对我大打出手 高学说 如果提关 我身心疲惫 和他说 你去等于吃吧 我尊重你的永远 他傻了 挺动了一会儿说 他没有追想和我的结婚 两个孩子还小 我怎么学佛 他不管 只要管老孩子就行 我心理的压力 瞬间消失了 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的去观音堂 去参加师父的晚会 这一切对我而已 是无上的快乐 支持菩萨给我的智慧 也偷给感恩师兄 一直鼓励我 给我信心 帮我 他和我心理上 一个很大的障碍 我也反省自己 自己确实在很多方面 做得不够圆容 以前 太过任性 自私 我行我素 不懂得表达感恩心 也很少顾及他们的感受 我像菩萨 重新忏悔自己的嗔恨心 我一直告诉自己 他们怎么对我 是我的运货 就算错误是杰人的 业障一定是自己的 我感恩 我感恩先生和婆婆 一直进行基地的照顾家和孩子 感恩我的婆婆 一直像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我 感恩女儿 尽力尽力地帮我带孩子做家务 我一直坚持念我婆先生的简洁咒 念心经 我拿开智慧 不定期的念诵经文组合 给他的药经者 之后 莫娜药经者和我说 先生每次对我家暴 是因为他在城中作用 通过四大法宝 婆先生的关系也逐渐好转 现在他懂得尊重我了 希望师兄们以我为界千万不要打开 看完感情 遇到任何不公 不要只关注表面现象 多以重权的分厚 可能是要求者在讨债 平时一定要精进地学佛念经 诚心还债 业力犹如鲨鱼 只有平时不断地累积功德 当前来来时才可以避过去 其次我想分享 独家思维保佑 解决了手签二十多万新币贷款 并安排了一个好的工作给我 师傅说过 犯协议的人事业肯定不好 先生前两年做生意都很不顺 我生女儿住院两个月也读了工作 加上我自己以前不懂的西服 透支信用卡 当时家里欠贷款二十多万 如果贷款还不上 家里的房子可能面临被银行查封 我当时站在佛天前和菩萨妈妈祈求 保佑我和孩子有个安定的家 当天菩萨妈妈慈悲给我弄镜 我家的房子更精通包围着 我知道菩萨一直在保佑着我们 我不再安心了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只要好好地念经还债 消自己的业障 菩萨妈妈一定会保佑我和孩子的 之后的一切事情都迎刃而解 先从贷款给我信用卡的欠款都顺利解决了 2018年丢了工作后 一心想创业 但是缘分不成熟 自己经验也不够 当时我只是动了一个念头 如果可以找到一个相关的工作 学习学习累积经验就好了 菩萨妈妈真的大吉大悲 安排了一个既可以学到经验 时间又很自由 而且工资比我上一会儿多了一千心理 公司原本决定6月3号安排我出差 时间正好和菩利斯门法会 时间冲通 我们只要有个愿意 菩萨妈妈就会给我们安排 公司5月底通知我 体训时间安排到6月11号 正好是菩利斯门法 菩利斯门法会结束的第二天 感恩那斯大悲的关心 自己真的很愧对菩萨 自己做的那么少 菩萨妈妈却给了我这么多 我做了这么多的措施 菩萨妈妈都没有放弃我 一直都在拉着我的手 慢过一个又一个的勾勾看看 其实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哪个没有痛苦 哪个没有劫难 不是身体问题 就是感情问题 不是孩子的问题 就是老人的问题 不是家庭问题 就是工作的问题 师父讲过 人道就是烦恼道 我们到人间来就会烦恼不尽 这无量的烦恼是来成就我们的 烦恼了我们才懂得穷乎下 烦恼了我们才愿意学乎下 烦恼了我们才懂得修心 烦恼了我们才坚持佛道 所以烦恼即土提 人间没有究竟圆满 我们要用这形式上的不完美 来修我们心理上的完美 学佛让我们改变命运 佛法让我们开启智慧 感恩佛法给我新生 如果我的分享都没有不如理 不无法的地方 尽管关心菩萨出货 祝佛菩萨和佛法神慈悲人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